用大陆来看就看不出来了 简里茨他就看不出来了 大陆简里茨是三点水加加一个柚 所以看不出来跟汉有什么关系 但这个汉 把中跟土拿掉就是红 所以我们说汉是中土 我们汉人的土地不见了 被满人所溢足所占据 所以就叫做红 那这个呢 明朝的十三陵 在这个北京明四三陵 各位有去过北京吗 去过的 北京有明朝四三陵 那第一个大门就叫大鸿门 就叫大鸿门 各位如果有机会再去看就知道 所以鸿门整个组织的民族意识的形态 就是感情复明 这是一个民族革命的团体 好我们来看下一页 那我这个跟大家讲 红花绿叶白莲藕三教九流 本一家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整个的民间影响中国近代史最大的三个组织 就是三教清红白 这清红白呢指的就是什么呢 指的属于青帮鸿门跟白莲教这三个组织 那青帮鸿门白莲教目前在现阶段 鸿门是公开的 但是你们有没有看过青帮 有没有看过白莲教呢 有没有 你们有没有听过呢 有 有 在台湾依然在发展 只是大陆没有 在台湾依然在发展 这三个组织没有被消灭掉 鸿门是公开合法的在 在运作 但是呢 青帮跟白莲教依然是在发展 大家都只是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我这边也不会特别的讲 在江湖上在讲的三教九流 讲的是青红白 不是讲的如是道 所以如果讲说三教一家 不要以为是如是道 他是讲的青红白 是哪一家呢 三教九流本一家 就是指汉家 就是我们汉族的意思了 好 我们看下一页 那这也是鸿门的始祖 我把它略过 我不谈这一段 鸿门始祖很复杂的 但是呢 他有几个重要的人物 五个宗师 文宗史歌法 故宗就是郑成功 宣宗就是陈静兰 我们尊史歌法是 抗清的名将 牺牲了 郑成功 撑起东南半壁 在台湾 22年的经营 把台湾建设的一个 400年的一个基业的基础 把汉人的文化带到台湾 把郡县制度 把屯肯制度 通通带来台湾 所以在郑成功之后 台湾就是汉民族的大量的移民 在那之前 都是和西时代 都是异族在统治的 好 好 我们再看下一页 那这再过去 鸿门呢 是一个很神秘的组织 他的精神的指标呢 就是两个字 中跟义 他是中跟义 鸿门在 怎么讲来讲去的啊 卖的这个招牌 就是这两个字 就是中义 所以在鸿门的整个的上面 谈的是什么呢 有忠心方可 入庙 无意气 何必 很香 围绕了这个中这个字 但是重点在哪里呢 他的文化特色在最中间 那几个字 叫做仁义理智信 仁义理智信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古伦八德 所以所有的社团里面 只有鸿门在讲 中华文化重要的一个精神 就是古伦八德 教帝忠信 理义理智 这个组织的特色 就是在讲这个 我不是在讲说 鸿门 它是一个民族革命的一个社团 但是它的精神聚焦是在中义 它的形式 人员的 会员的规范 是在于古伦八德 所以呢 它在近代的鸿门史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规模比较像 水浒传里面的梁山 水浒传里面梁山 我在三年前应邀去山东 做专辑报告 就是应用它 山东省 举行了一个好汉节 他们为了水浒传拍这个电影 他们做了一个好汉节 所以好汉节呢 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 就是从水浒的中义文化 看鸿门中义精神之传承 那结论是什么 结论就是水浒英雄等于是鸿门英雄 因为精神体制规范组织完全一样 那为什么会完全一样 各位要问我 因为鸿门完全复制水浒传 我们是复制他 不是他来复制我 那是宋朝的故事 我们是晚清以后的鸿门呢 是复制水浒传 那因为复制水浒传 就是有很多的山头名利 每个山都有一个寨主 寨主 我是国际鸿门总会的主席 但是我也是某一个山的寨主 我那个山叫南华山 那这个每个山有个寨主 就相当于宋这样的名字 好 我们看下一页 这个就是梁山的分配图 梁山的兄弟呢 向着梁山就要分一个位置 鸿门完全复制他 所以加入鸿门也是一样 照这样要封一个位置 那有的女生就要封到 孙二娘母夜仓 有的是大刀官圣 或者是你是石秀 你是这个什么一丈亲的护山娘等等 看你是什么 要不然你就是玉琪林的如原外 总是没有人可以坐到宋江的位置 因为如果坐那个位置就是串我的位 不可以了 所以除了那个位置我都可以封 因为那个位置是我在坐的 在我的山口里面我是坐宋江的位置 其他的人呢 进来我们就可以封其他的位置 这个整个的局势呢 就是现在的鸿门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三合分配模式 但是早期的鸿门 跟现在的鸿门是不一样的 早期的鸿门是天地医会跟三合会 那是属于比较更隐秘的一个组织 到今天为止 天地医跟三合会的仪式是不公开的 但是在台湾的鸿门是公开的 公开的 我们每天都会公开一次给大家看 都是在国军英雄团 今年是11月之后 有兴趣大家可以去观礼 看国军英雄团 好我们看下一页 好各位鸿门这个组织有各种各种不同的名称 三 唐 会 党 他都是鸿门 比方说是某某山 金台山 大陆山 南华山 唐 像说志工唐 中义唐 等等的唐 会 三合会 小刀会 豪哥会 割老会 三点会 三共会 匕首会 清水会 等等的 只要叫会 跟鸿门都有关系 党 志工党 进步党 明治党 目前在大陆 有一个组织 叫做中博志工党 就是大陆的官方的鸿门 那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不对的一个窗口 大陆叫志工党 那当年我们孙中山先生 伯父加入了组织呢 就是这一个叫做志工唐 在檀香山加入了鸿门的一个组织 但是孙中山先生加入了鸿门之后 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把鸿门的龙头全部集合起来 修改鸿门的章程跟宗旨 鸿门的宗旨是什么 各位知道吗 四个字 感情复明 可是到了1904年的时候 孙中山先生加入鸿门的时候 他修改鸿门的章程 改为驱逐达鲁恢复中华 这个是什么宗旨啊 这个跟新宗会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当时在1904年 加入鸿门修改鸿门的章程宗旨之后 1905年创立了同盟会 同盟会全部的会员全部加入鸿门 所以当时那个时代 鸿门跟革命党是结合唯一 所以中国国民党的党史 前身就是鸿门 从新宗会同盟会 中华革命党 国民党到中国国民党 一路排下来 在同盟会的时候 全部加入鸿门 所以中国国民党的党国大佬 99%全部是鸿门 我现在讲出来的名字的人 全部都是鸿门 所以我们的烈士都是鸿门 大家要注意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组织 但是呢 鸿门在民国元年之后 国民政府就明令 所有鸿门的社团 全部解散 其实人家问我说 为什么叫它解散 我说是很简单嘛 天下已经打完了嘛 兔死狗碰 扭尽工厂 这是历代不都如此吗 你知道民国92年 鸿门在台湾才合法 因为那时候 我们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把鸿门作为一个新鸿门的论述 新鸿门 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 把鸿门呢 从一百年前的革命的一个色彩 变为现代化的公益性的社团 鸿门转型 所以 内政部呢 就给我们一张执照 这是新鸿门的一个 就是我们这个国际鸿门 中华民国总会 也就是我们现代化的一个鸿门 这是一个合法的社团 是民国93年1月11号正式合法 正式合法 所以到今天为止呢 大约快要十年 那在之前都是隐藏在陛下 所以各位不容易看得到的 但是呢 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在民国93年1月11号 那一年正式的合法 日子也不是我们特别的定的 是内政部定 那我们才发现那一天 刚好在一百年前 是国际加入鸿门的那一天 就是1904年的1月11号 刚好一百年 刚好一百年 整整一天都不熟 这是一个冥冥中的一个 一个 我讲的是天意 是天意 并不是我刘某人有多能干 让鸿门合法 这两个字结合 但是这是我觉得很奇怪的事 我们看下一页 好 我们看到鸿门的中医堂 这个是山和会的剧情 山和会在举行仪式的时候的一个场景 这你们在电影上常常会看到 电影上常会看到 因为现在香港的电影 都会把鸿门作为背景 鸿门作为背景 那这个背景呢 因为鸿门在举行仪式的时候 山和会跟天地会都不让人看 所以这种场景也是看不到的 但是在台湾 我们是 这个老妹的系统 是公开给大家看的 就 跟这个 有一点点不一样 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讲鸿门要讲什么 中跟义 是不是啊 悲轻有义 虚当尽 事有无情 切莫交 鸿门只卖这两个字 有忠心方可入庙 无义气 何必奔向 鸿门的特色在这个地方呢 就是 永远 兄弟 是最重要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 现代化的鸿门 有做一个很大的修程 待会我在后面会来谈这个问题 那因为鸿门呢 随着时代在改变 每一个时期 他的宗旨 都在随着当时的需要的改变 我举例讲 在郑成功时代 他领导鸿门 鸿门的时候 他的宗旨是什么 是个字 反亲赋名 乾隆五十一年 林爽文在台湾革命的时候 他的宗旨是什么 顺天行道拯救万民 他不反亲赋名 他是贪官污吏 盗贼横行 所以他就来一个 顺天行道拯救万民 主要目的是什么 杀贪官 太平天国 洪秀权 领导 天地会在革命的时候 他的口号是什么 排满心汉 他也不复明了 他排满心汉 所以孙中山先生受了 受到洪秀群的思想的 的一个感召 所以他的宗旨也是排满心汉 东部 反亲赋 反亲赋名的时代已经太有用了 这个实战不一样 接下来 到了孙中山先生领导 鸿门革命的时候 宗旨就更清楚了 驱逐打鲁 恢复宗旨 驱逐打鲁 恢复宗旨 到了抗战的时候 鸿门的宗旨是什么呢 抗日救火 抗八年之后 鸿门宗旨又改变了 叫做什么 那时候打仗打得百废戴青 所以宗旨改变了 叫做什么 建设新中国 建设新中国这几个字呢 中国共产党 共产党就拿去用了 他们就是新中国 就是从那时候抗战之后 共产党就壮大了 他是一分抗日啊 三分敷衍 七分壮大自己 所以中共那时候抗战完了以后 中共就变很强大了 他就把新中国的概念带回去 其实这个是我们鸿门讲的 建设新中国 那我们很多电影都可以看得到 这样的故事啊 在抗战的时候 鸿门 鸿门那时候做两件事情啊 专门打游击队 跟做刺杀汉奸 就是你们看有个电影叫 社稷 各位有没有印象 社稷不是专门干什么事情啊 就是暗杀汉奸 对不对 这种事情就是交给鸿门 鸿门就是专门做这种事情 他是为国家为民族啊 牺牲奉献的 我们就是扮演这种角色 好我们看下一页 只能参加费 听不清